这个女孩竟让我亲她脚丫子 还大言不惭说这是殊荣 无数人想从恶龙手中救出公主 但都付出惨痛代价 看着公主饱受折磨 我自是站出与之抗衡 看着我战斗时萨爽的身姿 公主不由心生爱慕 这简直就是白马王子化身 她没想到居然有人为了自己做到如此地位 作为奖励 可以亲吻她的脚趾 看着她扭捏的小模样 我很是不嫌 自己可对脏乎乎还颇动的白丝没兴趣 公主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难道来这里不是为了得到她吗 我笑了 没想到她真把自己当根村了 我来这里的牧女 自始至终都是为了这条恶龙而已 恶龙听后尽脸红起来 谁知下一秒我就施展大招 龙宝宝惊呆了 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发了 就当我认为自己要通关时 老师却将我拉回现实 我很是不熟 现在可是关键时刻 处罚什么的都靠边站 一听这话 老师瞬间暴走 照我后脑就是一泡子 就在面部触碰到平板一刹门 一道白光闪过 再次睁开眼发现已经成了游戏角色 而自己正在快速下践 最奇葩的是竟然和恶龙发生了关系 一旁的公主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她没想到我玩得竟如此变态 我刚想解释 公主就不再打扰我的暧昧时间 抱起大宝剑逃之夭夭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我呆愣在原地 谁知恶龙竟趁其不被发起攻击 这下玩犊子了 没想到刚穿越就要隐恨西北 正当我准备接受命运审判时 一条黑丝眉腿出现在眼前 恶龙居然变成了一个萌妹子 还说既然夺走了她的初吻 就必须对她负责 公主让我吻她脚丫子也就翻了 这条恶龙玩得更变态 正当我准备接受命运审判时 她竟变成了可爱的萌妹子 最可恶的是 未经允许就要把脚趾塞到我嘴里 看着眼前恶龙扭捏的小模样 我迫不及待张开嘴等待头 谁知她竟突然把我当陀螺抽 剧情的走向不应该是这样 她却说我实在太监了 看到我那猥琐的表情就忍不住 我忍无可忍 一把抓住尾巴 阻止了她继续施暴的欲望 谁知她竟突然发出阵阵龙营 看着恶龙无力看倒在地 我很是好奇 堂堂恶龙为何露出如此娇羞的表情 她让我快住手 尾巴是让她最舒服的点 一听这话 我瞬间来了兴致 开始不停揉捏 任凭她如何呼喊 我都丝毫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正当我玩得不亦乐不实 身后传来守卫的声音 我很是不爽 自己正玩得起劲啊 此时恶龙已经被我蹂躏的体无完肤 如果被守卫发现尾巴 肯定会被抓起来 刚到手的玩物我可不能让别人夺走 于是赶忙将尾巴塞到她裤衩子里 这时守卫却不合时宜赶到 看着眼前这辣眼的荧幕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好在此时已经将尾巴藏了起来 反应过来后说我堂堂其事 竟在这黑暗的龙洞对公主做如此下流之事 让我务必不要在意他们 我很是无语 这真的是正经军队吗 但立马意识到不对 他刚才好像说这条恶龙是公子 对方说公主被恶龙绑架前还是孩子 没想到现在长得如此妖娄 而且还叫我王爵殿下 说我作为救公主的大功臣 任何风赏都会得到 我不由浮想联天 谁知身为恶龙 他却不想当什么公主 我立马制止他说出来的冲动 现实中倒霉就算了 在游戏里小爷可要支愣起来 警告他如果不乖乖配合 就疯狂揉捏他的尾巴 让他爽到死去活来 看着我嚣张的模样 恶龙眼含泪水 自己居然会被一个人类不爱 我刚穿越就与恶龙来了的亲密接触 看着独自离去的公主我伤心欲绝 谁知下一秒恶龙竟变成了萌妹子 而我为了得到更多封赏 威胁龙堡假扮公主 如不配合就疯狂捏他尾巴 龙堡眼含热泪 但被抓住把柄只好乖乖妥协 抵达皇宫后 看着一桌子美食 龙堡瞬间控制不住自己 正准备大吃特吃时 与不地来刀叉 让他要时刻保持优雅 龙堡很是不羡 拿起一只烧鸡 就塞入他那樱桃小口之中 国王被这一目金的亚麻盖住了 公主小时候可是个漏嘴子啊 众人疑惑之际 宫殿大门被踹开 来者居然是真正的公主 国王看着两位公主不知如何是好 决定用抓丘的方式来决定 一听这话 奥莱夫瞬间暴走 居然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认不出 他可没有这种指管伤 不管养的混蛋父亲 如此粗鄙的话语 还有这毫无教养的态度 立马认定这就是自己亲生女儿 眼见事情败露 我想要偷偷跑路 却被突然飞来的大宝剑挡住去路 奥莱夫看清是我后先是一惊 居然是用舌头狂甩恶龙嘴唇的变态骑士 和恶龙油然也就算了 竟还找这种村妇一样的饿死鬼假冒他 说着就将龙堡手中鸡腿打掉 谁知下一秒就被龙堡烫了头发 奥莱夫立马命令士兵将我们八光油揭示中 这明明和我没关系啊 龙堡此事却坑起了队友 说他是被我威胁当公主的 争吵之际 一名士兵突然搞偷袭 在游戏中我还能让欺负了 真是可笑 谁知在这关键时候游戏竟出现bug 这泥马也太坑爹了 而且头上还出现反派的标识 奥莱夫见状不由嘲讽起来 看来自己才是漫画主角 本以为这部漫画就此完结 奥莱夫突然被打飞十米远 龙堡早已看不下去 撕掉了身上的伪装 为了得到封赏拥有更多妹子 我威胁龙堡假扮公主 上一秒还很是抗拒 看到美事后就无法自拔 就在国王认定这就是他亲生女儿时 真正的公主奥莱夫出现在众人眼前 不由分说就要将我碎尸万段 此时的我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手中的剑就像你爱特列表第二位一样软弱无力 无奈我只能躲闪 却由于惯性作用摔倒 他竟一脚踩在我身体最柔软的地方 本就不完美的我再度遭受重创 就在我以为这部漫画就此完结时 奥莱夫被击飞出去 龙堡已经忍无可忍 撕掉了身上的伪装 一把将我拉入怀中 作为长期饭条 他可不允许我受伤 看着竟和我头一样的吧 国王和王子不禁鼻血之流 而另一边的圣女不知做了什么噩梦 不停扭动着身躯 伴随这一声尖叫从梦中惊醒 这时属下闻声而来 并告知了对方关于恶龙的消息 一边说一边退去身上的衣物 为了圣女安全 今天要提供陪睡服 第二天圣女还在梦乡 属下就带来关于恶龙的最新情报 但对让属下收集情报 他却陪圣女睡觉的行为很是不熟 小七可不管这些 让他别磨叽 自己还要陪圣女睡觉呢 见属下不乐意 竟直接自己动手 看到我的画像后 不禁感叹长得很变态 而此时的我看了一夜女人打架 还是很亢奋 龙堡想要快点结束战斗 用出了必杀剂 火焰将奥兰芙的衣服烧毁带尽 被看光的他顿时恼羞成怒 拿起二营长的炮就开始反击 龙堡竟露出很享受的神情 嘴中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这硝烟中隐约透露出来的女人 香让我欲罢不能 由于长时间不停轰炸 龙堡已经受不了了 于是来到我身边 说她的那种隐犯了 求我快帮帮她 公主本想将假冒之人用炮轰死 谁知打到龙堡身上 反而露出很享受的神情 硝烟中弥漫的女人香 使我欲罢不能 龙堡让她快住手 再这样下去会受不了的 我也察觉到异样 赶忙上前询问情况 谁知她竟突然将我拽住 说她隐犯了 总感觉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龙堡说现在要找个岩浆炮火 看着她独自离去 我赶忙抱住大腿 求她不要丢小子 奥兰福看到自己被无视 很是不熟 竟掏出一枚比之前大一倍的炮弹 不由分说就往炮筒里塞 此时火炮表情像极了你表情包里 第二个 地旁士兵不由感叹这么大 居然能塞进去 随着炮弹飞射而出 我立马使用技能进行防御 身为主角 我怎会让NPC狗欺负 这狗游戏和小爷比就是个弟子 谁知下一秒一道闪电PC地板 此时二人毫无防备向下掉去 看着系统面板嘲讽的语气 这尼玛真是我的金手指吧 本以为要就此隐恨西北 龙堡却化身巨龙将我接住 还好他会飞 不然就玩犊子了 听我这么说 龙堡表示自己从小就不会飞了 我好奇他现在在干嘛 龙堡这才反应过来 下一秒就向下掉去 好在落在了茅草屋才得以幸存 这动静把牛宝宝吓了一跳 看着眼前奇怪的生物说 好像比妈妈还大 此时的我只感觉头晕目眩 缓过境后发现自己 居然压在了龙堡身上 听到他口中说好渣 我自是想要好心为其弄我 正当我准备动手之急 身后突然飞过一把菜刀 看到奶牛妹我不禁鼻血直流 她却想要喝龙堡的龙奶 眼前这个奶牛妹居然想喝龙奶 一听这话 龙堡害怕地躲到我身后 此时我刚想一盏男人雄风 一把菜刀就从耳边呼啸了过 画到嘴边也只好咽了回去 今天这龙奶她喝定了 还幻想将龙堡调教成 用来产奶的聘手 这样就可以产更多龙奶 分给刷到这条视频的有缘人 说着就准备向龙堡伸出魔爪 怎料下一秒就被一尾巴 抽在欧派上 被一个食草动物欺负 此时的龙堡已经忍无可忍 一拳将其打倒在地 想喝龙奶就算了 还要分享 龙堡表示只有小气才可以喝 我很是无语 本以为是个强者 没想到废铁都不如 就在龙堡要将他丢到评论区 给纯爱战士们享用时 门外传来士兵声音 透过缝隙看去 公主已经带着手下找到了这 但好像并不知道确切位置 奥兰福派人前去打探消息 这傻袍子居然拿着画像问小奶奶 这一举动可把公主气坏了 他从未见过如此白痴 这种事情应该问他妈才对 小孩子怎会知道 看着没一个正常人 我不又松了一口气 这要是后宫慢该多好 这种凶大无脑的妹子 我要泡一百 谁知此时的奶牛妹 居然不讲武德通风报信 好在龙堡及时将其束缚 看来不好好调教一番是不行了 说着我就捏住了他的尾巴 奶牛妹瞬间浑身无力 看着他逐渐迷离的眼神 龙堡不禁有些动容 居然比对自己还要激烈 好奇如果这么对自己 也会这么舒服吗 这个奶牛妹居然想喝龙奶 谁知下一秒就被龙堡 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这时公主通过线索追查到这里 奶牛妹竟想趁其不被透露位置 好在及时被龙堡控制 对于如此不乖的兽娘 我自是要疯狂揉捏她的尾巴 以示惩罚 看着她眼神逐渐迷离 口水透过龙堡尾巴缓缓流出 龙堡有些动容 不禁也想尝试一下 如此舒服的刑法 随着口水越流越多 龙堡这才察觉不对 赶忙擦拭尾巴上的口水 奶牛妹刚得到解脱 就说公主一定不会放过我 听她的意思 我们走后肯定会告密 看着我表情凶狠地向自己靠近 本以为要将其杀掉 怎料却被我抱了起来 这种绝品奶牛妹我岂能放过 必须收藏一波 龙堡也表示愿意带她同行 以后被揉捏尾巴 这种事正好让小母牛来 她可遭不住如此摧残 看到并没有将自己灭口 正想着我可能不是什么坏人 我就因为甚不醒感到浑身乏力 此时的龙堡正好也饿了 提议药不吃了算了 一听这话 刚刚的好感瞬间荡然无存 而另一边的奥莱夫 因为抓不到我大发威蹄 王子刚想安慰几句促进一下关系 就被骂是一个满脑子黄色废料的废物 而这恰巧就是她的优点 她能闻到不久前 这里有雌性动物荷尔蒙分泌过度的胃 推到我们肯定躲到了森林里 再不去的话可就来不及了 看着向森林深处走去的奥莱夫 王子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让手下在这里守住待徒 她和公主前去即可 此时的奥莱夫满脑子都是快点抓住我 丝毫不知道王子正表情愈发猥琐地向自己靠近 龙宝由于饥饿过度 竟想吃奶牛妹脚丫子 因为长时间逃亡 两人早已是鸡肠鹿鹿 正当龙宝后悔没把那头母牛吃掉时 奶牛妹已经逆施归来 但此时的龙宝只想吃肉 认为只有低等生物才会吃这么寒酸的食 竟把自己辛辛苦苦找的食物说得一文不紧 奶牛妹很是不爽 认为她就会欺负老十牛 自己为了找食物都受伤了 居然还说这种话 正当她脱下鞋子准备清理伤口时 地旁的龙宝就被脚底散发的香气吸引 当即抱起奶牛妹脚丫子就想啃一口 看到女生打架我很是兴奋 让他们放过彼此 有什么招数冲我来 下一秒就被狠狠打了 这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而龙宝却认为我是舍不得这头母牛 明明在一起那么久 还是没能选择自己 看着她眼神中多了些许忧伤 我赶忙表示很欣赏她 听我这么说 龙宝问她可不可以加入一会的事情 我听得一头雾水 龙宝面露潮红 说就是想对奶牛妹做的事情 我立马控制不住内心的燥热 居然主动要求捏尾巴 还没反应过来 龙宝就说只要给她一点点 就会很满 就算多给一些我也不介意 正想着接下来的画面 龙宝突然将鸡脚拔了下来 还以为我想吃毒食 既然同意她可就不客气 居然还想把奶牛妹吃掉 我可没说要吃她 龙宝却反问我为何同意加入 我无言以对 这尼玛完全没在一个频道上 此时的奶牛妹被吓得泪眼婆娑 诅咒她斥撑了放不出屁 但龙宝可不管这些 正要动手之际 却听到森林传来少女的呼喊声 三人偷偷查看情况 就看到王子正一脸渴望地 扑向奥莱夫公主 这个公主无时无刻 都想让我亲吻她的脚趾 为了躲避这场浩劫 三人踏上了逃亡之路 由于饥饿过度 龙宝想将奶牛妹吃掉 这时听到森林深处 传来少女尖叫 三人循着声音忘却 就看到王子一脸渴望 哭笑奥莱夫公子 随着衣服被撕破 王子愈发得意 自己苦练地抓奶龙着手 终于派上了用场 一听这话 龙宝很是害怕 我刚想躲起来尽管其变 一旁奶牛妹就大喊着 让她放开公主大人 而王子看到如此肥美的小母母 想要将其一同拿下 奥莱夫让她快跑 这家伙不是她能对付的 奶牛妹却丝毫不慌 一把将我拉了过去 看到呆头呆脑的 我众人先是一乱 随后就露出不懈的神情 看着奥莱夫 生无可恋的表情 我很是不爽 怎料王子突然搞偷袭 一把就掐住我脖子 我拥有那么多角色兽儿娘 凭什么她却一个都没有 我感觉两个也不是太多 她却认为我是在存心炫耀 随着她手劲加大 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迷迷糊糊间看到她头上的标识 竟突然变成了反派标识 诗格玩家不能向正义NPC发起攻击 那既然同为诗格 我还能被她给欺负了 就在我在妹子面前一展神威时 头顶突然出现洗白禁度条 每攻击一下 禁度条就会加一点 正当我想先抱个几千分时 奥莱夫提起宝剑冲了上来 对着她腰子就是一顿戳 看着逐渐丧失理智的奥莱夫 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此地不亦久留 刚想悄悄逃离 就被奥莱夫喊住 看着她脸色阴沉地向自己逼近 我很是惶恐 就在以为也要捅自己腰子时 她却将手搭在我肩膀上 表示既然救了她 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 为了奖励我的勇敢 允许我亲吻她的脚趾以示臣服 公主让我亲她的白丝玉脚以示臣服 心中却早已打好算盘 只要我拒绝就将其杀掉灭口 怎料我没有丝毫犹豫 小嘴一决吻了上去 并贴心询问力度如何 这可把公主整不回了 立马失去重心向后跌去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我立马扑了上去 以自认为很帅的姿势将其接住 普未情话更是张口就来 并露出能弥死万千少女的眼神 此时的公主尴尬的 都快用脚扣出三十一听了 看到对方并未反抗 我开始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就当我与其脚趾食指向扣时 公主再也受不了我的变态行为 一个大逼都将我轮飞出去 看来我猜得没错 从小生活在龙洞的单身狗 我然受不了我这波油腻的攻击 我立马趁胜追击准备将它俘获 此时龙宝已经被我的男人魅力所支配 而公主却想赶快逃离这里 刚要动身 就一头撞在了前来寻找自己的护卫身上 护卫刚想询问为何王子没和他在一起时 就注意到公主身后有一团不明物体 公主立马解释只是巨型动物排泄物 绝不是拉击王子的尸体 护卫听后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是排泄物 原来是王子尸体而已 此话一出立马意识到不对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公主锁住脖子 一旁的护卫见状赶忙传递消息 可到另一个人嘴里却成了王子在拉洗 最后竟变成发现王子搞鸡 看着三人回宫报信 公主并未阻拦 认为这样传下去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而国王听到情报后勃然大怒 公主居然要给他两过头七 这个女孩的坐骑居然是头豪猪 咱就说真的不扎屁屁吗 就在刚刚 公主将王子大谢八块后 下一秒就收到了王室通缉令 看着比乔巴还少的赏金他很是不爽 前来抓捕的侍卫见状赶忙撇清关系 说是国王的主意 要揍就揍你老爹去 公主一把夺过悬赏令 认为如此若鸡的照片只会吸引老变态 说着就将照片残渣向后丢去 怎料却扔到了一个妹子脸上 众人当场压麻呆住了 咱就说一个射手离这么近是怕射不到把心吗 公主也是一脸黑线 石金币居然真会有人来 但妹子可不管这些 正要动手之际 龙宝突然走了过去 聊起女孩裙摆向里看去 发现坐骑竟是一头豪猪 不由好奇坐在上面不会扎屁屁股 被龙宝这么一问 瞬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而一旁的侍卫却认为傻子才会骑那种东西 还大言不惭说表面若无其事 屁股已千疮百孔 被人一直议论屁屁 妹子忍无可忍 我立马抓住机会制止众人 表示由我前去打探一番 摇开裙摆后我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随即默不作声转身离去 悄悄告诉众人他并不是杀手 顶级杀手怎会在身上出现这种东西 正当我说的不亦乐乎时 突然感觉菊花一几 妹子居然不讲武德搞偷袭 公主健壮不由心生敬佩 虽然有一个娇滴滴又不争气的屁股 但射出来的东西却十分坚硬 这不由勾起了她的兴趣 不知从哪掏出一门火炮 要与对方比试比试 看看谁才是最硬的你 谁知妹子再一次搞起偷袭 我立马施展全能 一道火墙冲天而起 怎料却把妹子的衣服烧回殆尽 谁能想到长相如此软萌的妹子 居然趁其不备给我屁股做核酸 是可忍熟不可忍 我立马施展全能 一道火墙冲天而起 如此高纯度的火系魔法 瞬间将妹子衣服烧回殆尽 而此时龙宝的注意力却全在我身上 这个钉就像被猎狗掏过一样糟糕 我求她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快要顶不住了 好在公主抓住了机会 掏出二营长的意大利炮 要与其一决自选 看着手中数不清的炮弹 大炮求她放过自己 但公主可不管这些 硬生生全塞了进去 随着拉动导火索 一团黄色液体喷涌而出 此时的妹子毫无防备浑身势透 这辣眼的一目不禁让众人羞愧难当 而此时的炮胸已经软弱无力 表示里面已经坏掉了 此话一出就被公主踹到一边 向我们解释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但我可不想管这闲事 拉起龙宝准备开溜 公主却突然挽住我胳膊撒起了胶 争吵之际 一直被无视的妹子已经忍无可忍 本想偷偷溜走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我随即丢出烟雾弹 周围顿时浓烟四起 本以为这样可以逃过一劫 怎料妹子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再次将剑对准了我屁股 我按道不妙 龙宝此刻却将我护在身后 表示要打也是跟他打 因为我不行 没想到龙宝会挺身相救 我很是感动 但被女生说不行我就很不爽 就在我们辩解我到底行不行时 妹子的大脑已不再纯洁 趁其不被再次发起偷袭 兽儿娘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表情 原来是这个女孩发动魔忌 让奶牛妹差点控制不住 她突然变得软啪啪的 很不对劲 龙宝闻到魔忌也情不自禁地摇起尾巴 男主抱着龙宝帮她做起了优养运动 这个发动魔忌的女孩展开最后的进攻 奶牛妹的实力有点弱 被冲到了这个公主的欧派上 龙宝也害怕地把双腿缠在男主身上 女孩看见他们甜不知耻的样子哼 召唤出沉睡在身体里的灵魂 竟然是格林宏话里的变态狼狗子老 她一出现就见到龙宝的盛世面 发情势地朝着她猛扑过来 男主抱起她赶紧远离这个变态叔叔 谁也别想当她的面吃龙肉 老头也是性情中人 不发奇想要跟龙龙玩出手不畏 她嫌男主碍事直接把她吞进嘴里 看龙宝没有了保护伞 她变得逐渐猖破 伸出舌头就要进行口水攻击 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场景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此时在她体内的男主吃起了山西陈醋 从老头腋下破洞而出 也许是冲击力太大 直接把龙宝的衣服烧破了 不知害臊的小宝宝也不嫌丢容 她见男主安然无恙地逃出来 担心用龙拳全捶她胸口 可是力气太大把她捶了的内伤 她撒娇要命啊 此情此景 蓝胡子看见现场飙泪 表示也想承受着充满爱意的粉圈 于是掏出红色小兔手 就要对龙宝实施数不惩罚 此时不装十三更带合时 男主背起她给老头上了一套针灸大 虽然蓝胡子已被解决了 但面前这个女孩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于是三十六斤 走为上进 众人拔腿就跑 女孩也侧出奔跑 紧追不舍 但还是没追上 留给她的只有零散的几件衣服 画面一转 一人一珠出现在了茅草屋的上方 只见豪猪直接朝门撞去 从里面走出一个小小的身影 突然 女孩冲过去掐住她的脖子 妹子疼得阴阴阴地坐地上 掉起了小珍珠 她意识到自己好像掐错人了 语气逐渐变得温热 询问着刚才男主他们去哪里了 这画风有点不太对 高冷女王和软弱甜妹的设定 莫名有点磕 女孩得知去向后骑着豪猪远去 这真的不扎屁屁吗 与此同时 门口躲着的四人颤颤巍巍地走出来 原来妹子十分崇拜龙王 所以才冒着风险藏匿他们 此情此景男主不禁感叹 百合大把好 这个我爱看 经历一天的打斗后身上脏兮兮的 小甜妹带着众人走进了浴室 这里不会是雌雄昏誉吧 女人们穿着吊带在我面前毫不遮掩 现在洗澡也要我帮忙搓背 就连穿衣服都不能自理 甚至只要看奶牛妹一眼 她就觉得我想对她做什么 陪女人们洗完澡后 回到小狼人准备的屋子休息 但尴尬的是房子太小 我们只能睡一间房 随后我对她笑了笑 表示感谢 龙宝居然就吃醋了 她不要我睡一个被窝了 所以只能和这个公主同床共枕 每天被几个女人折磨 真的好痛苦 男主满眼充满疲惫 看着眼前肤白貌美的功夫 她忍不住上手体验下丝滑的感觉 突然一记奶拳打到公主脸上 原来是呼呼大睡的龙宝打起了醉拳 她一个翻身扑到了男主的怀里 这是从小在岩浆里打滚习惯了吗 睡觉这么不老实 随后在我怀里蹭了蹭 臭猪好喜欢你 画面一转 这个小狼人通过水晶球在打视频通话 他像以往一样汇报工作 突然上次的表情很奇怪 这个大母狼多少有点不太震惊 接工作电话旁边还有男人的声音 姐姐你好泛眼啊 居然是个八块腹肌的猛男 在帮他捏脚 第二天一早 小狼人按照上级的指示 引导我们去圣语 你们现在这样被通缉的状态十分危险 只有得到圣语中圣女陛下的庇护 才能够避开这些危险 之后 在我们头上一人贴了一个小卡片 这个是进入圣语后 可以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虽到达圣语后很安全 但此次途中会十分凶险 不然小狼人往我嘴巴附近凑了凑 他是要亲我吗 只见他一口咬在我的脸上 龙宝看到我出糗哈哈大笑 原来他的唾液里有着预言家的名量 能够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果然可以看到大家头上的血条 我的目光落在奶牛妹的身上 为什么看不到他的进度头 见我盯着他 他又开始胡思乱想 真没见过这么色的牛 小狼人在一旁讥笑 因为他太弱了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他竟然以为我说的是那里 还忘记努力 挺了挺 龙宝健壮在一旁吃闷醋 死臭猪 一点想一想会 就跟个赖皮狗一样 大也不甘示弱 提起一脚就要往上掀 光看大的有什么意思 我就要给你看点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鬼东西 这么大 可以科技吗 我死盯着龙宝的身上 他还以为我在看别的地方 其实我惊讶的是 他头上怎么有这么厚的血条 居然还是代解锁 圣玉里四处都是被驯化的灵丑 墙上还挂着初售兽尔娘的海报 这地方到底是圣玉还是圣玉 与此同时这个女孩坐在地上 她穿得有点凉快 在男人成堆的地方 这样坐着免不了被围观 这个猥琐男见到美女 沦落至此 这要帮她检查身体 忽然一股力量袭来 雷电缠住了她的手臂 使她动弹不得 我看不惯一个美女 被这些丑男糟蹋 没忍住出手相救 猥琐男伸出舌头舔了舔刀尖 色迷迷地看着我身边的女人 尤其是龙宝那条娇滴滴的尾巴 她大言不惭地说 要把龙宝的尾巴含在嘴巴 那可是她最敏感的部位 我一脚把她踹飞 真够恶心人的 当着我的面用那么恶心 眼神看我的母 碎步龙珠 龙龙一脸爱意地看着我 臭猪 什么你的 讨厌 见为索男被欺负 她的狐朋狗有其上阵 打起鞭子 罩着兽尔兰们一顿母头 他们娇滴滴地朝我哭来 这确定是来打架的吗 我轻松就抓住了 其中一只小鹿的手腕 这灵宠除了稀有度高一点 仔细看真的不如龙龙可爱 只见她骄傲的小眼神投过来 这种感觉还真有些享受呢 但这些灵宠有一些奇怪 之前遭受的鞭打 是激发灵宠潜能的毒咒 如果无法击败我 他们就会死掉 这如此没有道德的殉宠师 竟然做这样的事情 明明是一群强壮的男人 却要苟在柔弱的小动物身后 今天就由我来拯救他们了 见我被美人计蛊惑 这帮男人从背后冲过来偷袭我 与此同时 突然龙宝虚弱地倒下 只见她肩膀的位置被烧掉了一大半 在我怀里阴阴阴地哭了起来 臭猪 我突然好热啊 我正担心得不知所措 旁边的猥琐男间笑起来 我可是在给她下了宫廷魔药的上等货 现在你怀里的龙女已经被我预定了 幼母说最原始的用途 就是一场寒畅淋漓的狂欢啊 看着龙龙痛苦在我怀里扭动 心里不由一沉 两刀砍碎了猥琐男的丑脸 她把我气笑了 产生这种卑劣的想法 真是比公猪还不如 想帮龙宝破解这恶心的魔咒 唯有一种方法 就是杀了她 上一秒还谅言要杀了我的母狼 下一秒就被我拽着尾巴发出这种声音 之所以要驯服她是为了让龙宝失措 从而激发龙威 果不其然 她摇着屁股大喊 龙宝都没这样舒服过 随之展开翅膀朝她攻过来 大母狼 臭不要脸 只见母狼被冰晶冻住了手腕 双手举在头顶动她不得 这是吸取经验最好的时候 我轻抚龙宝的小腹将她抱起 八长大的细腰一只手臂就可以团住 摸着母狼的烙印 极品狼人的能量果然不一般 我和龙宝的经验成倍数的向上抢 这次吃的比那些小东西宝多了 被抽干的母狼虚弱的向后挡去 当宠物被欺负时 主人总是第一个出现 眼前这个红衣女人缓缓走来 这是赫赫有名的女王大人 她抚摸着小狼人的耳朵 战斗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我到了一间漆黑的房间里 旁边还有人群的喧嚣声 这里是某比赛的现场 随着主持人的介绍 聚光灯打到了我的房间内 我和龙龙像一件展品一样被人们观看 与此同时 在这栋透明大楼里还关着其他参赛选手 性感小狼和她的柔美型主人 可爱绿植和她的软萌小萝绿 单萌小兔子和狂野的豪猪 这竟然是个双兽组合 伴随着场内的号角声 聚光灯打在了赛场上这个女人的身上 她就是我们要找的圣女大人 紧接着 比赛开始了 第一关就是让自己的神宠恢复吕智 旁边的小柱子施展了一手美人心境 率先通过关卡 与此同时 我和龙宝被传送到了一个冰雪大世界 正所谓冰火相克 这种地方对龙龙十分不利 他化作龙形太朝我发起了攻击 这什么破机制 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 殊不知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 他在场外偷偷给我穿小鞋 真狗啊 不就是揍了你的狼人 至于这样咄咄逼人吗 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使用绝招 我见识往冰龙的面前一躺 骚手弄姿起来 龙宝剑中复一大放 竟敢抢我的男人 跟龙逃向 呜呜 场外的女人计划失败 手直接被龙火灼伤 画面一转 别的选手都相继晋级 目前只剩三个名额 会花落谁家呢 巨龙化作美女给你提供叫醒服务 是一种什么体验 首先来个床冬热热身 其次伸出小舌头附赠香吻一枚 就在二人准备甜蜜之时 门外传来了打闹声 这隔墙悠耳的事情咱可不干 猎手猎脚的推开房门一抢 竟然是这个驯化人在作妖 与此同时 一个女人正在暗中偷偷观察 这一切都在她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我们正在被监视 这里是圣女模拟的城堡 周围全是电子屏障 我们的一举一动 被直播给这些观众看 眼前的测评表会体现 我们在城堡中的表现 如此狗屁不如的规则 竟然是通过我们城堡里的厮杀决定的 当然也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打倒对手 逝者生存的游戏 弱者只有一种结局 就是被评为低贱的等级 而强者却可以获得高评级 成为万众瞩目的人 画面一转 这只靠西式人魔气的猫灵 朝我扑来要抱抱 龙宝一巴掌把她扇到了一边 挺大个猫了 是没长腿啊 还要人抱 不要是你肯定休死了 猫灵剑没有得手 气得汗毛直立 顺势龙宝气在了我怀里 看什么看 我还小呢 不丢龙之道吧 此时这个女人闻声赶来 她是我们的同伴 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和我们同行的奶牛妹被人卤了去 没准现在已经被人挤牛奶喝了 所有的兽儿娘 都可以顺着气味找到强大的魔气 龙宝也不例外 她原本就对奶牛妹的肉骨是单单 于是想着牛牛的气味 这样就可以顺着味道找到她了 与此同时 我和龙龙和二维一开启寻人技能 突然她朝一个方向通出去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了 只见牛牛一改往日的软毛 摇身一变成了恶魔的化身 好像不认识我们一样 身替雷电朝我们起来 变成这样 都是这个穿斗篷的男人搞的狗 她把牛牛当作雷电的人气 从而施法蛊惑 不过可以看出 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挣脱控制 现在唯一唤醒她的途径 就是主人的救赎 这份羁绊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打破不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这混乱无序的圣域中 这发生个战乱 这些还没来得及和宠物磨合的训宠师 将要面对的是眼昂军队 只见这头小弩狼 被狼军团团围住 他们苏暴地砍碎了她的衣服 不留一丝尊严 这个双马尾妹子被撞倒摔中了头 出于身世我帮她吹了吹 可能是吹错地方了 她竟做出这种表情 总保看见我和别的女人如此亲密 粗意大法 居然让我把刚才的动作对她双倍来一次 两个兽儿娘经过白天的打都累坏了 争先恐后地要我按摩 本人祖传手法 不专业不要钱 由此可见效果非常显著 双马尾被按得又疼又舒服 整个屋子都是她的哀嚎 此时的她已经动弹不得 但是这种左右逢源的场景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就差最后的治愈术 中国推拿 我刚要施展这一身衣术 龙宝的尾巴缠上我的腿 真拿她没办法 就是吃撒娇这一套 我勾起她的下巴 像一只小母猫一样软弱好弱 谁知都是我的错觉 迎接我的是龙龙的铁拳 一边吹我一边大喊 龙龙也要按摩 不适合我天下第一好了 这场景哪个男人受得了 是我一记猫猫疏解手 照着龙宝的屁皮一顿我拍 他终于安静下来 不再大吵大闹 此时闯入的小母狼 害羞地捂住眼睛 他看着二人 躺在床上睡得酣甜 不禁捂住双眼 这种又羞又想看的 感觉是怎么回事 这时我正准备去洗澡 看见了门口的母狼 只是顺口问了一句 要不要一起 他的小脑袋瓜里 画面我有点难以启齿 两个长发美男在水中嬉戏 这种画风不太适合我 还是早点离开为妙 本以为去女生的浴室会安静一点 但刚关上门 这两个女人坐在背后大骂我变态 拜托 我只是想洗个澡 为什么这么剥折 这次我用兽足专用浴室总行了吧 这里的水还挺干净的 甚至还有股甜甜的香 在水里剥弄了两下 竟然掏出了一条尾巴 我拎着尾巴把这东西拽了出来 紧接着一双美腿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拽尾巴拽出了一只母狼 这到底是洗澡还是钓鱼 顺手把他丢在水里 最近看的女人实在太多了 母狼从水里爬出 气得大叫 我堂堂狼族首领 你就这样对我 成何体统 突然画风突变 他烫着水朝我走来 作为首领 他代表狼军来和我合作 一起自立门户壮大势力 因为这个世界即将面临毁灭 与此同时 圣女房间的镜子开始动摇 里面的灵魂蠢蠢欲动 随之冲出魔镜 他们的目标是占领龙堡的身体 眼前这头母狼是带领十万军队的首领 如今却被我玩弄在鼓掌之间 任由我摆布 为了找到他的弱点 我只好将他揽在怀中 他把聚集力量的魔印藏在了锁骨下方 只能拉开他的衣领 刚刚脾气火辣的小母狼荡然无存 如今他只觉得羞耻 他的眼睛可以看透任何人和事物的弱点 我借过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 一切都是这两个女人搞的鬼 这种被人关起来玩弄的日子我已经受够了 现如今我已经有突破这屏障的力量 龙堡头上的龙角就是最好的武器 今天就借我一用吧 龙角在我的手上变化出了一把利剑 以前隐藏实力任人宰割 现在的我不会再忍气吞声 我拿起手中的剑就朝这女人刺了过去 平时高高在上的女王大人对我爱意不理 如今被我刺透镜做出这么甜不知识的表情 他强忍着痛苦不在公众场合失探 腿上穿的黑丝因打斗激烈已经千疮百孔 此时纯洁无瑕的圣女也被我无意间打了屁股 她疼得直接跪在我面前 就在我疑惑刚才什么东西手感软绵绵的还很有弹性 她就站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 此刻的表情与以往清纯的形象形成极大的反差 为了确定刚才的手感 我又上去拍了一下 她不顾形象地当着众人的面大叫起来 与此同时一声甜甜的声音从天而降 你体会过养小动物它朝你飞奔而来的喜悦吗 看着龙堡可爱的样子 我恨不得把她抱在怀里揉碎 此时记录成绩的屏幕响起 我和龙堡此次获得了S级训宠师 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随后我要帮她插上龙脚 她握住我的手指喊不要 女人说不要就是要 我按着她的头轻轻放上去 旁边的女王大人看我们的反应直犯恶心 既然这么不招人待见 那就离开好了 刚要离开便得知 料理队专门考制了99只鸵鸟供我们食用 听到有肉吃 龙堡这个小馋猫不争气地流下口水 转头眼泪汪汪地对我上起了茶医课 就算吃不到鸵鸟肉我也没关系 就算只能和臭猪一起吃虫子 就算把龙堡饿成丑八怪也没关系 这个小家伙学坏了 小小年纪跟我玩起了茶医 画面一转 龙堡正在对鸵鸟腿发起猛烈进攻 正当我沉浸在他可爱的吃相中时 一只猫灵色咪咪地盯着我